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第一章 神既在古时 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欲列祖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小欲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 他洗尽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制大者的右边 他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远超过天使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又指着哪一个说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再者 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论到使者又说 神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徒义 论到子却说 神啊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你喜爱公义 恨不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爱公义 用喜乐由高尼 胜过高尼的 同伴 又说 主啊 主啊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墨 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向衣服 渐渐旧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 像一件外衣 天地就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天使 岂不都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 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 效力吗